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到決戰中環的時候 女王在補充能量,大家不要介意 生活太過繁忙 參考了網上美女直播吃飯節目 女王現在表演直接吃飯 美女廚房 美女吃飯 人家發財 來,打個咪,打個咪 獨立坐著看著 獨立的女生吃飯 雖然我不是說我是 但應該也有市場 中女市場 很大市場 所以非常歡迎 但女王吃飯也不容易 因為今晚,樣子最新突發消息 令大家都吃不下飯 本地消息 真的決戰,風煙煞到埋身 講笑話 港大前學生會會長 加上夏委會成人之一 馮敬恩突然說 晚上被人拘捕 沒錯,剛剛就是今晚 一個小時前 都不夠的新聞 剛才馮敬恩被捕 有沒有人知道是甚麼罪名? 就是涉嫌行為不檢 刑事恐嚇和刑事毀壞 等等,具體罪名如何 我們未知 西區重案組又去抓人 應該是一月份的衝擊 下位會有關的 問題是為何隔了這麼久 到現在立法會選戰開始 因為你講了是立法會選戰開始 對,突然之間動手 事隔得剛剛好的 事隔得剛剛好的 昨天中央又放話 要強烈壓制港獨傾向 然後就是確認輸的問題 然後一系列動裝 今天非常屢應外合地 廣大風景便被捕 那是否考核得那麼厲害 還是真的時間剛剛好呢 那我無話可說 大家各自演繹 但這件事 因為已經是上次的衝擊 這部原本就不算是新聞 但是剛剛好 就前後首尾呼應 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梁家樓在拉布的時候 醫委會的所謂改革拉布的時候 還有很多人在乱輪的阻礙地球轉 哈哈 那現在大家明白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一聲改革 正如廣大校委會 一時安插了某一些成份 在此之外 自然便會有一個排劑的效應 不用解決 很容易就說 如果醫生的條例通過 今天的廣大校委會 就會變成明天的醫委會 很簡單 醫生的感覺很敏銳,尤其是專業人士,你真是不說笑,讀飽書真是有腦 就是說我未必看到的後果,已經知道的後果是如何判斷力的問題 你加入新的委員是由誰委任?特首委任 臨尾才加入這件事,原本就是選舉產生,推舉出來,專業回應,專業次,等等 你怎樣說也好,其實大部分改革的具體內容,大家都接受了 首先我想說,甚至是醫委會的醫生也接受了 我有一個很銳智的女性朋友,她和我所認識的港珠澳的女生是不同的 但她未有時間聽上一集的《決戰中環》 蕭公子的分析關於醫生註冊修正的問題 她是覺得說,其實是應該通過的 通過的原因是因為你可以引入競爭 因為你民主的前提就是市場開放 你能夠有市場競爭,自然就會是體育圖強,自然就會越來越好 但我那天也想跟她說,其實就是你所說的是魔鬼細節 如果未聽的話,不如我們補充一下 當作日劇那種,或者現在的狼爺榜 不斷地循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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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環 醫院會的事情,基本上上次已經提了重溫 其實醫生具體內容是贊成的 醫生不是不想處理積壓的投訴問題 不是不想提高所謂的道德取評 不是不想做這件事 但又是那句話,魔鬼細節之中 加了什麼額外的臨時成份 其一就正如女王剛才指出一樣 臨到最後,我們變成由特首委任 特首是誰的一男子因素 由發電視牌開始,但已經知道什麼是一男子因素 基本上是不用跟任何理由的 以及行李,特事特班 剛剛蕭公提到電視牌,想回應女王那位朋友 什麼叫競爭 電視牌發下去一定是促進整個香港的電視牌的良性競爭 整個文化產業都可能會有另一個局面 如果你現在引入這種有另類目的的所謂競爭 你這個競爭會變成真競爭,假競爭 還是變了一則的所謂競爭 除了你說一男子最後決定如何委任 但都預算是不會跟任何規矩去委任 大家明白什麼事 接著就是剛剛提到的所謂假競爭 什麼叫假競爭呢 基本上所有推動改革的人 幕後推手都已經說明是有傾向的 傾向的什麼家科呢 就是某一些玻璃心的強國人 其實那個考試的成功比例是偏低的 其他地方來香港考醫生執業史的成功比例是很高的 所以競爭並非不存在 只不過是在現有的真正公平競爭的情況下 某部分的人明顯是偏弱的 因此又會忽然之間有人提出 之後會做什麼事 說明後續的事是什麼家科呢 包括延長他們的居港時間 包括家人都可以一起移民下來 當時是專業移民 你考試不確定要專業移民 即是你原本不是很專業 只要給你時間 怎樣也好 給你雞精 總之一定要可以怎樣的市場 連家庭仔蝦都搬起來 新香港人可以 其他人又如何呢 香港醫生又如何呢 這個競爭是什麼意思 就是大家都會考同一種市場 有些人不用考車牌可以開車 你敢不敢逛街嗎 那麼簡單 所謂競爭其實不是一個 相同的公平條件下去做這件事 是有傾向性的 所以其實醫學界你要說他 本土啊 說他排外其實要搞清楚 如果真的要不公平競爭的話 香港醫生不用考試 其他人都要考 這就不公平了 很明顯不是這件事 還有另一件事 大家看看 既然是一男子因素 其實他一男子可以 將那個醫生條例 修訂為 我不會由特首毀人 由病人組織選一些有公信力出來 原本就是這件事 為什麼他還堅持特首毀人 全部不願 因為有些關鍵 他死也要咬住不放 寧願拘捕 全局拘捕 逢你們梁家樓 我都要死咬住特首毀人 所以為什麼 整天說香港現在社會整體犯政治 不是香港人想要這樣 而是香港人已經明白 甚至已經習慣這種情況 其實根本所有事情都在搞政治 借口 你不搞他就搞你 其實是很簡單的 即是你一百個 我當一個條例裡面 有一百個點 九十九個都是好的 譬如縮短這個 處理投訴的時間 以及引入良性競爭 All of this sound amazing 全部都很好 聽原則好像很棒 很棒的 但唯一有一件事 你已經覺得很鬼 就是剛才楊卿所說的 就是要特首來做委任 大家看回校委會 其實很簡單 馬上知道什麼事 就是為什麼所有人都推舉的一個 他們認為是適合的人選 去做這個副校長 當日說陳文敏 但也可以因為一男子 認為你不適合 那就整盤否定 否定陳文敏很明顯 正如當時跟黃慧基的電視牌照 不發給他一樣 他不用跟你講道理 隨便作出就行了 例如說你還沒讀過博士 你很厲害 他這些理由之外 就把所有矛頭 說為什麼一定要被陳文敏做副校長 其實別人不是要陳文敏做副校長 而是你一定要給一個合理的解釋 而且你必須由學術的獨立去運作 而不是你那班 是否還有學術自主這回事 沒有這個才是重要的 而且我覺得大家要看到 他一個人為什麼強調一男子一男子 如果不明白的人就會說 英國也有英國首相 現在是一女子 台灣也是一女子 未來美國可能是一女子或是一男子 但問題是 如果真是民主體制裏面 他不會是一男子或是一女子 去否決一個組織 一個委員的共同決定 還有你有一件事 英國佬以前都是這樣 英國佬以前都是這樣 但是同一件衣服穿在不同的人身 講起英國佬 為什麼廉政公署七四年 由基達做廉政專員 一直到政權移交之前都沒有事 為什麼之後越做越獲 一樣是ICAC的寫法一樣 一樣是直接向港督負責 現在變了向特首 整個ICAC沒有變過 ICAC本身沒有變過 向港督負責 為什麼不可以向特首負責 你是說了一件事 你是向特首負責 現在的特首是什麼人 以前的港督是什麼人 兩套說法 不是本身那個人有什麼問題 不是穿衣服的問題 這件事真是糾正一下 因為背後還有一件更深層次的事 你的矛盾就是這個 是你的憲制思維 也就是說英國佬 你說到最後都是呂王委任 沒有問題 他的文字和程序都不停寫 但他背後又是一套憲制 憲制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是實際民主 因此的形式上 你民選出來的首相 是要英女王委任的 但他不會不委任嗎 他不會不委任 很簡單 為什麼以前的港督負責 你整個廉主都沒有變 以前的港督負責 是不會踩過界 就不會踩過界 因為他心裏面是一個憲制的傳統 他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做 雖然法律上沒有寫 很簡單 英國人不會隨街大小異變 鄰近地區會 不要問我為什麼 大家都是人 大家都有三級 分別就是在這裡 那你問我 我是寧願他不走街大小異變 因為有廁所 你不行你二十片都行 但是不要到處都跟著跟你說 女王你正在吃東西 但我也要說一句 我真的向人家說過 強國人做這些行為 他的回應就是 日本人以前也是這樣 我真是O罪 以前我那些祖先氣樹皮 你現在不氣 就是這樣說了 剛才蕭公和女王說英國人 他名義上他是校監 港督是校監 他不會用自己校監的權 去干預大學的學術運作和評估 這個才是學術自主 現在不是 我是校監 我就要權力用盡 而只是亂來用盡 干預到盡 為什麼你說英國人的時代 為什麼現在不行 就是不行就是不行 其實很簡單 整個民族自古以來 一定要用這四個字 自古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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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民族都是依人定的法律 依人的理解 以當時人的喜好而治國 但是香港過去百多二百年不是這樣 所以現在就出事了 出事並不是引入競爭不好 並不是我們排他 並不是本土優先到我們毫無理性可言 只不過是你這些這麼小的細節 就是那一粒的老鼠屎 可以壞了整個窩粥 而且那一粒的老鼠屎 會越來越多才麻煩 不是說一粒 現在一粒就是一粒 是以後我們感覺 這十多年來越來越多才麻煩 所以為什麼經常說 你就算回歸開始 已經在吵這件事 深層次矛盾 你查找不足 你怎麼查都查不到有任何不足 因為不足不足 你查不到 即是說你廉署很大的問題 問題不是出在廉署那裏 醫委會改革了 現在醫委會未改革 他就已經出現一些特權階級 可以打尖山仔 在公立醫院打尖山仔 打尖角色育 又不是什麼特別大的病 死人塌樓那些 就是因為他特殊身份 有國愛港的醫院 沒有提出我要打尖山仔 要她慢慢的 但是醫生懂做 是 這是從哪裡來的呢 你怎麼可以說 英國人是這樣 為什麼現在我們不行 這是完全是邏輯錯亂 所以你這次馮景欣被捕只是某些表面現象 什麼事件都可以發生 那你對於不想接受這個所謂時代的巨論 那些港人怎麼辦呢 大家要想想 我要說一些趣聞 我自己的趣聞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多小時 時間 其實也不多 講一下就很快完結 給我一點時間說 我無謂趣聞 我的趣聞發生在 大家如果有記性的話 是上個星期一的晚上 California就出一個告示 就說它全線結業 12間分店 California Fitness 連買Yoga 連另一間叫Leap 那趣聞是什麼呢 其實我有一個迷你group chat 就在我的WhatsApp 就有我的瑜伽先生 就是在MyYoga裡面教的 就是California旗下教的 另外有一個女人 如果有缺戰中環聽 可以有一段時間的聽眾應該會記得 就是她在瑜伽灣自己住一間屋 我記得了 然後說 我們練習瑜伽 可以可以可以 你跟我來 跟你去哪裡 你這間屋已經四千尺了 一個舒適的女人 對 另外原來有一個單位 就是在瑜伽灣商場上面 很旺的 另外有一個單位 專門用來跳鋼管舞 還有做瑜伽的 不放租不放租 做什麼值 我的趣聞有幾單 第一就是 即是活動中心的私人 沒錯 康民處 自己的康民處 就是前幾天 還有鋼管舞 在我這個 不要想那些事情 麻煩你 在我這個 阿姐煮飯仔 然後突然有個 很富泰的女人上來 然後說 哎呀 你的貓好可愛呀 然後我說 哎呀 幸好你喜歡貓 然後她就說 哎呀 但我媳婦大肚 我媳婦大肚不可以見到貓 是嗎 關事嗎 我就說 啊 大肚不可以見到貓 什麼事 為什麼 然後她說 不行的 寶寶會K型的 然後我馬上知道她想說什麼 我馬上知道她想說什麼 因為 某個 無線的藝人 老婆 大肚都馬上送走了那些貓 這個時候我就跟她說 哎呀 其實不是這樣的 如果我直接說 就是以下一個版本 就是要我的貓 撒屎出來 你的媳婦吞了那塊屎 而那塊屎裡面有一種蟲 這樣就會影響到你的BBK型 如果知道你的媳婦 沒有吃貓屎的話 因為它不是在菜單上 所以就沒事了 但她最棒的是她問我什麼 我馬上想起余景華 因為余景華我也要另外說她 就是說 你有沒有第二間屋可以放這些貓 很開心呀 我當時很努力克制 有都不會拿走那些貓去另一間屋 說真的 不是 香港的 銅鑼灣 你有沒有另一間屋可以放那些貓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她 為什麼會有另一間屋可以放那些貓 然後就說回余景華 余景華 余景華真的有另一間屋 是不是做瑜伽和跳港管舞 那 我就在群組檢查發現 她退出了 我們三個都做瑜伽 三個都考了瑜伽牌 她突然退出了 我和我的瑜伽老師 那這個女人呢 就在上星期五 記住是新聞鋪天蓋地 不論你是有線無線 什麼新聞都好 OK 播了四天 說NOW 說這個卡利福爾人倒閉 影響到很多苦主 跟著這個 那條牟利PK Wong 走出來做了記招 之後 即是自己告自己破產的理由 是啊 然後余景華就問我 她就說 咦 那你現在是不是還在My Yoga做 應該不受影響 現在是卡利福爾人倒閉 這樣 接著 然後我就說 不是 她是整個群組的 我出了幾天真聞 接著 她說 咦 那導師 就受影響咯 那導師是不是自己開一間 她夠不夠錢啊 這樣 這樣 我就立刻 爬爬 咦 人家夠不夠錢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應該自己問人 這樣 那我就立刻回覆她 我就說 其實呢 不如你不要退出個group chat 你就可以問到她 這樣 這個時候 余景安就起降了 她就說 咦 就算我退出個group chat 難道我跟她私下沒有聯絡 這樣 這樣 接著我說 那對了 你跟她私下有聯絡 那不如你私下問她 夠不夠錢啊 你不可能問我 她夠不夠錢的 我說 我說 還有呢 其實新聞已經禁止了四天 人家記錶都出賣了 那 那 為什麼你會不知道呢 那我在美國 我剛剛回來 美國看不到香港新聞 嗯 OK 香港這麼嚴重啊 現在 封鎖了 沒錯 美國封鎖了 美國看不到外面的新聞 香港新聞還沒封鎖 然後我就說 其實呢 今時今日呢 什麼都是電腦的 我說 其實你在Facebook 應該是看到香港新聞的 這樣 你需要不需要這樣說話啊 當然是電腦 當然可以看到 那我忙啊 這樣 就是 我想說 其實不要緊的 你要做沉默的港豬 你就儘管做沉默的港豬 喂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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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我不沉默啊 我不沉默啊 港豬不沉默 喂 做數 送走那些貓啊 哈哈 你可以不看新聞 我沒有看到 我認了 因為我真的很忙 因為 因為蕭公子 和我們的推咪妹妹妹 上來的時候 看到我全場都是 他們理解的 是嗎 但是你不要說 這麼荒謬的事情 其實不荒謬的 你在美國看不到香港的新聞 其實不荒謬的 有多少人跳鋼管舞的時候 看新聞的 可能美國很多個場 都放在鋼管舞的嘛 你又對 你又真心覺得好 在鋼管上面的時候 倒轉電視來看新聞 不會啊 我可以這樣理解 憑想像去理解這件事 這些人在香港 他都看不到香港的新聞 有很多港豬 真的是這樣 他看的新聞 不是這些新聞 可能是娛樂新聞 不關事 是 卡利福尼亞的新聞 他又看不到 人家做了記招 又不知道 在美國看不到香港的新聞 你不說這句 我都忍不住 但你一說這句 我真的忍不住 不住 你了 你明白嗎 你不關心世事 不食人間煙火 這是你的選擇 這些就是 香港六層 他都不知道 但這些人是不計較的 香港六層 他都說美國這麼多生意 這麼多層樓 香港有這麼多單位 香港的稅子 這就是我的趣聞 我最脆的了 這就是這件事 所以脆的問題 反應由於深層之矛盾 什麼加科呢 香港你可以說 的如是沒有染雞農 自出自入 很自由 很流動的地方 沒有所謂 香港一向都是這樣 但是 反思你作為一個 所謂香港人也好 你是想在香港 賺食 生活 的話 的如是有些事情 你不想不行 你說一間 那樣的店舖 倒閉一回事 但整體就是整個 消費信心的問題 你所謂任何 預繳 那些服務 你很害怕 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變成就是說 你不關心所謂大事 都要看看 什麼叫做大事 可能只不過 沒有任何娛樂性 對於他來說 就不是大事 就算大事 起碼是你日常生活的事 所以就是說 其實根本現在 有很多事情 都非常政治化 你不搞政治 政治化搞你 在這種情況下 你專業自豬出事 嚇食自豬出事 很多事情都出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 我們覺得 維是一個社會 有些支柱 連署都不行 現在 連署都不行 連署都不行 你 向特首負責 上一任那個 就叫做貪爭 現在官司都未搞定 而他的第二把手 因為貪 你說UGC 你連名字都說錯 我想沒有什麼 直接討論 還有他那個笑 是真的 精彩 石堅都做不到 剛剛有一個聽眾 叫煲煲風 牙很痛 就說有人穿過我 他住寶雲道 不知道太空館在哪裡 我立即叫他看出窗 哈哈哈哈 很好笑 這件事真的很好笑 現在 其實 我補充了一句 其實他最好笑 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 其實你要知道 他的市場定位 他的定位做得很好 怎樣說定位做得好呢 就是你要上升 再上等 貴價的 你有酒店裏面的 健身 你有Pure Pure Fitness Pure Yoga 再便宜便宜便宜 就有身體 如是等等 中位數 對摸和加州 真的假如只是加州 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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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 其實只是加州 加州 我已經Musical 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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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億 加州 加州遊四大億 如果是這樣 萬一 真的是一個香港社會的縮影 當然 similar 經營不遜 但是 原來市場越收越窄 連中間的位置也無法生存 社會一向都說兩極化 不是政治取向兩極化 社會本身的財富分配就是兩極化 如果你用階級理論來計算的話 經濟基礎不見了 政治基礎也不見了 現在看得到結果是為何香港這麼多財困越來越大 你看看社會財富分配已經知道了 剛剛留意到上星期出了一個統計數據 確認現在的大學生 比起二三十年前的大學生 收入還要再低了很多 可以這樣看的 如果在二十年前 九七年前那兩三年 一般大學生 我不算是醫生 律師 賺食科目 一般出來一萬元左右 其實現在也是差不多 可能高一點點 但那時候物價和其他不同 那時候物價 除了通脹 可能跟現在低幾個百分比 現在大學生起床 比那時候低幾個百分比 但如果你是折算樓價 跌了超過一半 所以就是所謂通脹 你計算是哪個時 哪個什麼的價格 所以你只吃飯 大家也沒有感覺 我折養少數 因為飯價價不太多 但那層樓肯定是倍數不同 完全不同 假設93、94年出來 樓價可能已經升得很高 那時候三四千元 現在是萬多元呎 即是說你如果是二十年前的大學生 一般大學生育的入職 新起新點跟現在差不多 而樓價又升得那麼多的話 即是等於他的薪水 其實是掉了至少三分之二 薪水固自然其中一件事 就是以前經常講 家火獅子生下精神病的時候 你創業啦 你自己有辦法有收腳 找不到食 同樣道理 你想想創業的成本就是生育 原來樓價反映了這件事 你想租的寫字樓 你想找個地方開個貨倉仔 都沒有位的 現在 你不會有價錢可以做得到的 樓梯口蹲 都可以整錶 整錶 整錶 擔張摺椅子 那個就是獅子生下年代 為什麼你現在還跟我們說 獅子生下精神 我只會說獅子生下精神病 絕對是 完全不是那個客觀條件 為什麼香港現在矛盾大 你用最簡單的物理分析 生態分析已經知道什麼事了 你是兩極分析了 我真的試過跟很多港珠 那些 樓價的故事 立刻回應我一句 做人要靠自己努力 當然 一定是 一定 佛居其九都是這樣 他們一定是有樓的 而且多數都是50歲以上 沒有 沒有 完全 賭母 很過癮 我認識一些 七七 七七 七幾年 七到尾 都是覺得 長毛拉布衰人 然後 他們有樓的 當然是覺得 那些廢青 自己廢 廢得不痕 又難 他們只懂得長毛 很奇怪 又代表姓 嘩 長毛歷史較長 我以前 兩家樓那些都不懂 我以前在出版社會 每天開會的那些經理 就想說 長毛做過什麼 他們只懂得長毛一個 如果你問他 那代表你的馬逢國做過什麼 他們會不知道哪個馬逢國 嘩 嘩 嘩 那就可見一班 即是證明長毛做了很多事情 令到他認識 他不做事都可以 總之你毛夠長的 就像他這樣 搞搞鎮 不要過的 你是不是開咪 你是說話就出聲 主角來的 這個 都很長毛的 他說我是不出聲 我是貓 我說我是不出聲 他可能是怎樣的人數 但現在 馮敬恩被人抓的罪名是怎樣 就是他那個什麼刑事 委懷刑事恐嚇 心聲明聲 就是開會衝進去那時候 是的 就是一月份衝擊下 我覺得關於錄音事 最近不是出了永久禁制令嗎 是啊 在公共有關就有 但是你再開放就不行 是不是因為 根據這個疑問 他再進去呢 沒關係 你禁制令的錄音 現在不是說他洩露 說大機密 因為是兩件事 不是那件事 所以 不關禁制令的事 只是那件事 只是那件事 不會出動重案組去抓人 他出動重案組 擺明是 我高調抓你 殺雞警喉 可能選舉林近翔 怕死本土陣營 不夠士氣高昂吧 這個真是 很樂之苦 但我真是說 他要簽那個確認書 是呀 是呀 我用了五個字 我覺得挺貼切的 就是鬼片變笑片 他想嚇你 但是很可笑 他又不是很膽去嚇 說個無靈兩開 選舉主任自己會想的 不是 他最後是疼 就是因為有人去挑戰他 而挑戰他的人是律師 你一嚇就疼 對 問你的法理基礎是甚麼 就是誒誒誒誒誒 你是刑事的 如果將來我主張港獨就刑事 你悲傷甚麼 然後不是縮光了 他內心是鬼鼠 被人家踢一腳踢爆一點點 馬上就縮回了 如果鄰近地區不鬼鼠 就不用上Google YouTube Yahoo Facebook 這個落差就非常有趣 你說深層次矛盾 又一次暴露出來了 因為鄰近地區 他真的打直就做這件事 他要你才悔過書都可以 誰知確認書那麼簡單 他那個法律概念和我們是不同的 你明白嗎 所以反過來 為什麼這邊一嚇就疼 因為他離開了某一個法律系統之後 他那一套就不再自古以來適用了 即是說 落到聖旨就要貴的了 嘩 因為他這件事 其實就不是一個法律方面的問題 是戰自審查 他聲稱是行政上方便 說到最後沒有說 行政上方便 但這個我覺得真是賊佬試沙布 絕對是 你如果現在要通過某某些選舉法例 可能真的有拉布 就算可以通過抗日遲到 他就想現在先試一下行政潛建 我叫行政潛建 行政潛建 如果這個東西讓他過了骨 他以後再多做幾十條行政潛建都可以 即是正如特實威一樣 沒有 根本不是法律 我只是法律也跳過 我要方便自己 就是搞行政潛建 特設特辦 跳過法律的方法 是非常一致的 這是好事 大家不用猜的 所以為什麼還會有人懷疑那麼多 那些醫生拉布 是用心不良 再一次反映出的事情 你是不用猜的 甚至魔鬼在細節中 都不需要說的 只要是他動手 你就知道是什麼 說到呂王閣的陰謀 明謀 我跟人說起這些東西的時候 又明有樣 他們說 你為什麼這麼多陰謀論 那我說 不是我的陰謀論 現在他搞出來 每樣都是陰謀 那為什麼你又說我的陰謀論 責任是我們這些 陽光底下 就是眾目睽睽 你總是說陰謀論 對於哪些人來說 就是找不到任何代表人物 就罵長毛 其實關不關事 所以有些人就是關不關事 I don't know 你說港珠現在是 港珠到一個地步 就是你指出問題所在 揭發一些暗地裡的問題 人家都不想聽 他是指出事實 他指出事實的人有問題 你聽我說 這個就是inconvenient truth 不方便 聽了之後他會不堪 他會不舒服 帶來任何一丁點的衝擊 他覺得他現在已經是 狗斜偷生 因為你們這些人很煩 因為你們搞亂社會秩序 所以他現在已經很困擾 你現在還要說出一些 令他更加招 而他那個 英文有一個很賤的說法 P-size brain 即是斗這麼大顆的大腦 青斗這麼大顆大腦 是解決不了 他想不成功 你知道嗎 其實這個現象 就不只是P-size brain 那麼簡單 就算他的腦 大個大象又如何 其實那不是重點 我想那個inconvenient truth 最inconvenient 在哪裡呢 是真的中正他的死穴 你是顯示得他們的無能和無知 他們這麼成功 這麼一層樓 上了案 可以指責廢青 他應該很成功 但原來連自己的命運 都掌握不了 你指出了這件事 他是不是很不堪 他的財富就是命運的 其實他的命運是另一邊的 可能有了 外國護照 諸如此類 他很不在乎 這件事 問題是 他建基於以前的世界觀 不再是fellid 不再成立 世界反轉了 散了 他會變成一種很無力感 社會不再跟他的事 在這個情況下 你指出這個事實的話 他當然是覺得你跟他作對 是真的 很明顯的 很簡單的心理學 他買了一層樓 就是他一世人的成就 你說樓價過高 這樣是不對 上一代 抽光下一代的水 他們怎麼會相信 我的成就 你現在說我剝削下一代 就跟你死過 是啊 他們不會承認這些 他不會承認的 你那個住宅貴的故自然 你沒有地方住一層樓 你那些寫字樓 工廠 倉庫 全部都貴到飛起 那不信 那很過癮的 那些受害人 自己都不明白自己是受害人 你問一下工商百業的小店舖的老闆 你自己開個檔口 你也知道什麼事 其實他們都是受害人 絕對 很大的受害人 很大的受害人 為什麼他們又不醒覺自己都是受害人 你一早醒 你一早醒 真的很多不醒 很過癮的 很過癮的 所以有很多時候 你說功能組別給他一張票 他都不會拿 很過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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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經常強調 那時候 最大的成本是工資 食材等等 不是租金 這個是完全反治的 只要你不需要 完全違反事實 你不需要做任何統計 你都知道那些地舖 那些茶餐廳的地舖 租金是多麼可怕 這不是最主要的成本 但做工業那些 他自己都知道 做商業那些 他自己都知道 他有什麼可能會租金 不是最大成本 土地成本不是最大成本 也不可能 我只是嘲笑一件事 你知不知道某一個辣辣壽司 對不起 某個辣辣壽司 很多年了 現在已經收拾了 你知不知道 用了很多年 人造的餘子 去代替真的 而這麼多年 是沒有人發現的 你說香港人 是不是人工利盜 人工利胎 全部是人工的 你自己在吃什麼 你都不知道 那當然廢話 人工當然是便宜過天然 是不是 你在吃什麼 你都不知道 那些人只會覺得 我好會吃 我好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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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什麼 你不知道 那些人不可以亂咳 因為真的沒有腦 而且沒有腦 香港 你聽過20元章說 我行內人 我真的是業內人士 我告訴你 唯一不能咳 對不起 反過來 唯一不能咳 唯一不能咳 是食材 所以那些人就是吃垃圾 現在的茶餐廳 四五十元的飯 那一月的質數越來越低 業主肯不肯說 你那個月有多少順利 他又抽多少 行 你有個底薪 那些化妝品 百貨公司的化妝品 就是這樣的 他有個底薪的 譬如 底價 200元 250元 300元一呎 然後另外 再加上你賺多少 他再分你多少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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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沒有 那你就說 薪金是這樣的 租金也是這樣的 保險就是一定要買的 那你做些什麼都可以咳 只可以吃材 所以你們這些人 就出去吃垃圾 為什麼會這樣 又貴又垃圾 因為香港沒有租 沒有管制 你知不知 你經常在歐洲 你很熟悉 剛剛是倒轉的 那邊 人工第一 人工第一 人工貴 但是租是第二 那發生什麼事呢 一間店鋪 你可以五年不去 再回去 都要同一個侍應 同一個儲 他們不走 為什麼 做得開心 不需要 我為什麼要為了加薪 而去跳槽 我本身做得好 我的客人又喜歡我 老闆又認識我 我的努力 那就繼續做 打三不如打熟 做三不如做熟 那邊的人是很開心的 因為他們提示拿得夠 底薪又夠高 業主交租是其次 最重要是留住人 香港餐廳很難做 個個開過餐廳 都叫苦連天 你只要自己不是儲 你一定會被儲 玩到混蛋 為什麼 你給不起錢 香港廚師的人工 是很可憐的 很少 呂和剛剛說的 幾十年 甚至香港也有這個情況 做幾十年都是同一間店 以前西環 西環那些是開年化 那些傳統和老伙計 其實仍然保留下來 租平的地方可以看到 沒錯 就是以前的環境 做到下來 而他們可能老闆 已經是買了那個店 那時候相對來說便宜 那些伙計做得開心 真的幾十年老伙計 就在那裡做 所以客觀事實 是很明顯的一件事 為什麼就是 剛才的心理反應 一說一些 跟獅子生日精神病 不合的事情 就發瘋了 就是因為 他們不能接受自己無能 對未來的那個時局 那個社會 他們已經完全沒有任何影響力 連自己的命運也控制不到 他今次還可能在罵長毛 罵你們這些傢伙 搞公運 他就只會長毛才過癮 問題是明天 他可能已經被業主逼他清盤收檔 而他可能是 明知死定的捱租 但他不吵業主 因為明知吵業主沒有用 你不能吵 他拿著你春袋 直接說 所以你是不能吵 阿姐又說自己的親身禮子 最喜歡說自己的親身禮子 我講人 你又說我私怨 那我講自己也可以吧 對不對 我當日有間餐廳 整棟大廈是一個 混蛋 賤人業主 他就叫管理員 拿著那些 數 數 數什麼呢 就是幾多人搭電梯 在哪層出 阿姐那些東西這麼好吃 黃黃賣瓜 自己賺自己當然 那當然很好生意 每天晚上 看一間 你會看到他 三樓出幾多個 八樓出幾多個 十九樓出幾多個 到我的租約 夠期的時候 業主就告訴我 雙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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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東西 不是空氣做的 有價格的 飛回來的 有些東西很貴的 但是 業主不理你 他覺得你是水 麵粉 這個時候 他還要跟我說 說得很nice 他說 不如這樣吧 如果你交不到這個租 我幫你一個網 我幫你收回 你不用還原天地牆給我 你就這樣給我那間餐廳 那你不用還原 就節省幾十萬 我說 好吧 到時候你交給我 我給你幾十萬 那我算 省了幾十萬 又多了幾十萬 那我就賺了 誰知道 他接了這間餐廳之後 他不給我錢 他離開我的錢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 告他 沒得告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是你在不在我那邊 不是我有沒有道理 就算道理在我那邊 那又如何 整個東西 你自己算一下 他一個月收拾幾百萬 你和他打 他的律師團隊幾厲害都可以 你打什麼 沒得打 在最後 我就把整間餐廳 很漂亮的拱手給了他 他又高價 連同頂收費 給了下一家 所以現在我一開開開開開開 看到我以前的餐廳 現在的租戶 是遠風不動 為何弄得很漂亮 我每次見到都很深 這個就是個人感受一回事 所以為何先前 你過了九七之後 做了很多小動作 大家當時覺得沒問題 現在看到什麼一回事 其實呂王的遭遇 哪些人一吵得最重要 就是領會 現在改名是領展 就是吵這個 算死吵 算盡 你明義上 自由市場公平競爭 是實際上的壟斷 是否地產霸權 是一個名字一回事 而實際上 是有這種壟斷的事實 明白嗎 所有行為 都叫尋租行為 尋租行為 在經濟學選 什麼情況下會成立 你只要壟斷情況 才會有尋租行為 根本就不是自由市場 也不是自由競爭 一面倒 所以我一直強調 一定要地價、樓價狂倒 香港才有一個新機 我真的有一個朋友 他2003年 香港最低潮的時候創業 開補習社 為什麼呢 那個時候 每個人都說 經濟一辭死亡 他說租金便宜 他入門檻低 所以我只要找到幾個客人 做補習社 幫幾個家長 找到兒子 做了一些補習 我站著去找 經濟好的時候 我就可以發揮了 結果他現在都租多幾個單位 開分店 當然是買的 不是買租的 但因為他本身在低租金的時候 慢慢積累到一些固定的客員 之後租金升回 他仍然可以頂得到 而且他的業主和他的業主完全是兩回事 他的業主是在加拿大 那個加拿大的業主 人是在加拿大那種 胸襟闊一點的 就不會像香港的業主 香港的業主 是吃到你盡的 加拿大那些業主 就不會這樣 計我七成租而已 我以前那棟大廈的業主 九十幾歲 全家產老而不 你以為他對我這樣 他親生兒子 租他那棟大廈的一個單位 做會計師樓 持交租都把兒子趕走 所以他對我算是同一 很同一 對你算好了 算好了 算好了 我正想你九十幾 他當你是親生兒子 已經是 喝水就感恩了 你 他到底帶多少 帶多少到棺材呢 那就看他 這些人死了 我真的燒炮獎 不是燒銀給他 燒炮獎 這些業務會不會有呢 有一個聽眾去過我以前的餐廳 不要提了 我真的很傷心 他還記得我燈上有刀叉 所以這個很傷感 你看香港其實很多人 無論是做飲食的 或者是做其他精品的 他們很有心情去經營自己的生意 做得很漂亮 但是一個租金一殺下來的時候 他們只是為生存都已經搞不定 就莫說我再努力去經營好我的事 那你又想想當年 這種情況如何出現呢 你暗粗地產霸權 一回事 但是為什麼會有不同的平衡點呢 因為當年九七之後 就有人鼓吹 要用這個商界的精英主義去改造社會 商人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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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他就策劃領匯上司 商人治港 他好心的 他想著自己是好心的 就算天打雷劈 我都可以這樣說 假設他真的好人又如何 問題是他所做出來的事是不懂大佬 後果就是全民共孽 就是那句 當你依然是有獅子生的精神病的時候 你是會同意他的說法 原則上你覺得公平競爭 自由平得對 但是他們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英國人當年是做了很多平衡措施 令到你的自由經濟是可以運作得好 絕對是 平衡措施是什麼 租務管制 平衡措施是什麼 他真是推公屋 推居屋出來和你競爭市場 是公家和你私家競爭市場 令到你不可以去尋租 剛剛你說燒公公屋那裡 那時候來香港那班廠佬 上海多有錢都好 他沒有可能解決過百萬工人 產業工人的住屋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英國佬 在大量的公屋 公屋在哪裏 柴灣、觀塘、牛陀國等等 就是在工廠區的隔離 變成一種工人宿舍的作用 不是只是住宅 是工人宿舍的作用 是用了政府的公帑來承包了你工業家 不想或者不能夠承包的宿舍成本 英國佬不會說 你知道這些東西的 廠佬 不是你們的獅子山下開廠 搞到香港這麼發達的 如果沒有英國人用這些方式 你這班廠佬 怎麼解決這班產業工人的 基本住宿的問題呢 誰去跟你捱呢 還有他們的公屋不單止有住宿 聽著 大愛的包容的 全都抱回家 混蛋 還有一個 你知道我下一個訊息想說什麼 大家應該猜 補充一點 公屋當時 不是純粹讓人住這麼簡單 他營造了整個社區 他在工廠捱得多辛苦 也好 陳寶珠、工頭、鄭君棉 怎樣欺負也好 他跟工友可以住在同一個屋邨的街坊 他回到家裡 仍然可以見到街坊 仍然可以見到自己的家人 你的社會 在一個這麼艱苦的環境 仍然和諧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他製造了一個空間 給你和諧 沒錯 空間是什麼家科 你想想當時的冬孤庭 你很勞氣也好 下去找阿叔 嘴杯啤 洞高的腳粗一下腳屎 爆一下粗一下 就沒事了 或者開兩圍 所以你看見冬孤庭 你以為他是一個很細微細眼的東西 不是的 現在就不是冬孤庭 全部都做了領展商場 還有 這個音樂噴泉 終日否決了 現在不讓你做音樂困存 沒有了熔樹頭吹水那一刻 所以 蕭公剛才說 九七後的那個 所謂雙人字 他只是計盤數 這些盤數以外的數 他們不懂計 也不願意去計 就出事了 所以你現在那些年輕人 聰明刺爆他 會覺得自己無力感 什麼面子都沒有了 沒有的 這群雙人 記住是assault的雙人 雙人字港 即是以本雙人 對 對 你這個雙人字港 你只看front end 不能看back end 都說 每一間店舖 那些貨物 就不用經過廠生產 它自然就在 還有自然的赤馬就齊全 雙人都是要說水平的 這個石器時代 如無飲血的 拿人命來交換的 那些都是雙人 問題是 你現在是什麼社會 什麼世紀 你還用這種思維方式 揭責如鏈到盡 你說自己叫做營商很厲害 大哥 我不覺得 你起碼不會建設社區出來 所以雙人 你都是要說水平的 別人的商業文化 是數個世紀以來累積出來 你什麼法治 公平 自由 其實人家也是建基於雙人的文化 你沒有自由 何來貿易 你沒有公平 何來競爭 你沒有競爭何來進步 你整個資訊書寫了 其實都是建基於這些東西 人家已經進化了 人家已經吃過斧頭 教學費 進化了 問題就是 人家統治你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用腦 你全盤接收人家的好東西 到你自己 要照顧自己的時候 就發覺 原來所謂雙人治港 就是這個水平 原形不露 原形不露 最大事是 他不認自己 不夠水平 還仍然覺得自己那套很合理 這個才大事 結果 更加推更多所謂的政策 將改革進行到底 將改革進行到底 然後還自許 自許自己 黃安石 我那晚跟次官說 當時 自許黃安石很多 但黃安石一個都沒有 蔡京一大堆 蔡京自命新黨改革 所以這個水平問題 現在也是一個矛盾所在 為什麼那些年輕人 經常叫你那些廢老 你叫他們廢青 就叫你廢老 就是這樣 這樣就僵了 所以你說 打到來 馮京恩被拘捕 那你拘捕了 你年輕人又如何呢 他們最多 這些臭小子 有書不讀 我們獅子山下 精神的時候 發病的時候 我和你這麼大個出來 不知道熬了多少年 你發病病到現在還沒好 你現在叫小孩放在街邊 被食環處掃到你 真是的 沒有空間 所以變成那種所謂管理主義 都已經細眉細眼了 說到底其實是水平問題 根本不是你這個文明社會 所應有的東西 所以變成現在 那些年輕人 的而且讀了很多書 世界的觀念很不同 你要他再接受 以前那套 這麼低水平的生活方式 沒有可能的事情 不是物質條件 不是物質條件 自從英國人離開之後 你這個精神文明狀態 倒退也很重要 而且物質生活 接軌嘛 中港融合 接軌去哪一邊才行 你要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都說你背著那一班 還在周圍摸的時候 你可以有多文明呢 其實真的 你想想一下 今次的南海仲裁 我們上次已經說過 這個最新消息 為什麼要說這四個字 我重新說過 就是這個事態發展 最新的情況 重新說過 就是不吃KFC 有一個類似大媽的物體 拿著一部iPhone 拍攝別人吃什麼 接著說你們是漢奸行 你這部iPhone是美國出的 有些東西吃一下 iPhone出的 那是以前的 就是以前買下的 以前是消費了就沒關係 以後不要了 這樣 這些是什麼叫做外國 你要現在香港的年輕人 跟你們的水平叫做外國 他們愛國那些國家領導人 下一代都拿了外國護照 你怎麼說愛國啊 他沒有說哪個國家 你誤會啦 愛國是人民的責任 不是領導的責任 他們罵得最厲害的是美國 他們大部份的身家姓名 都安排了去美國 大家都笑了很久 你在拍片放上去的互聯網 國籍清班 互聯網其實都是美國老的東西 還有電腦的OS 其實都是美國老的東西 老老實實 所以很有趣 還有電力也是美國發明的 所以這些 這麼過癮的事情 反過來他們自己 內部的人不是不知道的 問題是面對精神分裂的狀態 他不讓你用蘋果手機 他覺得你不愛國 他說要用國產手機 不過跟著想想 你行Android 所以人民日報 你的靈魂也是美國老的 你的肉體可能是你的 所以人民日報都知道出事 人民日報之後 繼續搞下去知道出事 你分分成上海 迪士尼都會出事 所以人民日報 你們一來都出文章 叫人理性 現在說禁 禁銷銷售iPhone 是才好 我告訴你 千萬不要禁銷 不是 因為阿姐住的銅鑼灣 有一條 稀慎廣場外面的那條 好像是 李玄山島 是 全家產一出文章 便變成華強北路 哈哈 很冷靈 每次都是 一群毛穿著裙子 但就蹲在街邊 底褲什麼顏色 裙子黃邊 洗到脫裂子 都看到那一隻 抹大隻腳 坐在那裡 就在那裡拆箱 唉 然後就在那裡叫賣 全家產 整條華強北路 我從Sogo通過時 我一定要經過 一定要看到裙子 一定要看到裙子 我真的不想 我試過 我也有受害者 我試過有一次 老闆叫我去九龍城 出席個五宴 我坐的士在旺角 跑去 結果在旺角那裡 塞 的士塞死了 原來那時候 iPhone 又有一新iPhone出 然後 城寨人在那裡拆箱 整條路 的士 打電話來 為什麼這麼久 我說塞車 大哥 唉 然後 我認識的人 在一些大型電器行 一有iPhone 就糟糕了 就是外面排隊那些人 那些人 又不守規 弄得很好 所以這個過癮的情況 遠一點 不只是說本土 這個現象反映出什麼家科 就是說 所謂摺軌對象的問題 你反過來看看 倒後鏡看看 你跟晚清有什麼分別 你三十年羊毛運動 什麼東西都要學羊鬼子 進口羊鬼子的貨 連你那些 船肩炮你 全部在外國訂造的 最後你就搞一單兒和團出來 一模一樣 代之圓不出街 都說你是假羊鬼子要斬你的 大哥 今時今日都還有人在說這件事 我現場聽到 說中國人人多 跟著說 一個打一個 我們都會贏美國 遙和團 所以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讀歷史 你就明白什麼事 這個所謂中華大地 這個大陸的地方 人從來都多 明白嗎 那為什麼 從來都賤 我不用這個字來形容 只要數量才算 可以這樣計算 你的兌換率的問題 你明白嗎 你不是總量 是兌換率的問題 滿洲一族二十萬人 可以堆壞你四億人口的明朝 你計算吧 自己計算 就算講到蒙古 蒙古又有多少人 宋朝又有多少人 今天的蒙古 不是內蒙古 外蒙古是獨立的 三百萬人口 當年成吉思汗親軍大約十萬 他的親軍 加上其他那些 可能三四十萬 打遍天下 說知你多少 斬瓜切 人多 所以不是總量的問題 兌換率和貨幣是一樣的 這些劣幣良幣 你自己計算吧 所以我這麼喜歡 朗圖騰那本書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他就是講這件事 那個人寫得很好 其實我又講過 其實《缺詞》中環我講幾次了 他就是那部電影 你千萬不要看 我看一次 抹一次 如果你喜歡看大自然景色 葬麗山河那些 我就麻煩你 看《National Geographic》就可以了 他最精彩的本書就是 他講了兌換率 為什麼柔木民族 人少 就可以抽你整個中國 那麼多人 你說到自己天朝大國 物資豐盛 這是正確的 但是 為什麼那些人這麼廢 一百個沒有一個抽得 你不要說漢朝 佛去病 遺青 你說多久以前 大哥說一下 之後發生什麼事 不停被外族統治 最厲害的 漢武帝就是 抽到兇奴走了 可以 之後就一路舔 一路舔 一路舔 到現在 所以就是說 這個兌換是非常有趣的 其實兌換越來越低 我留意 所以說 你說就 兇狠 做就 你說的二和團 剛才你說的 你看一下 他大陸 怎麼是二和團 他歷史的評價 而和團有很多什麼不好 但是 他們出於外國 那是外國的 還有說到全家事 作惡多端 引起極大民憤 到現在 現在一樣在燒教堂 現在一樣 還是官方行為 沒有什麼大進步 財富好像表面上多了 其實 又是那一句 如果真的數回歷史數據 財富是沒有多的 為什麼呢 又講對話論的問題 你滿清 這個鴉片戰爭之前 你猜全世界哪個國家經濟最大 有美國 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單一經濟體 就是中國 當然是中國 一個中國 差不多等於全世界的總和 比現在很多倍 明白嗎 為什麼鴉片戰爭會有四腳朝天 如果你說經濟總量等於你綜合國力 中國最主要說這個 如果經濟總量等於綜合國力的話 沒有理由當年洪霸全球的經濟強國 大滿清四腳朝天 人家只是一隊這樣的炮兵仔來對付你 一架炮兵 已經四腳朝天 所以你的兌換率會放餘下 沒有一種道理 但是如果你看到 中國農民調查這本書 亦是講兌換率 它的兌換率是多少個平民養 多少個官 好玩 你會發覺現在是史無前例地高 以前漢朝 如果我沒有記彩數字 二千多個平民養 一個官 到現在已經 哇 這個統計已經被禁了 已經被禁了 以前 我不要說漢朝禁了 我只是說明清 它不需要那麼多的官 比率 為什麼呢 它不需要維穩 不是 它維穩 它中間有個鄉紳 因為大部分農民 間接管漢朝禁 它知道如果官直接去管民會出事 你想想 找一些官吏 還有一些牙差 走去收稅會怎樣 中間就通過時薪 去抽糧食 農稅 然後上繳給官府 官府派一個地方官來 都要拜會你們的地方父老 地方父老都是屬於市階層 很多人做過官 退了休 他們不會被地方官亂來 所以它根本 有一個互相制衡 不需要用那麼多官 共產黨剷除這個市新 除了市新之外 還有市新那套價值觀呢 文化觀呢 國以文為本 這些所謂文本思想呢 絕對是 是一個平衡來的 因為共產黨來到 是徹底將市新家層剷除 由政府直接派官 去統治百姓 那你就要很多官 就要很多百姓去養很多官 應該全部都是無產階級的 哈哈哈哈 改了啦 官更加大條 更加有多個空間去貪污 我不再講鄰近地區了 因為我會發暗磨 我想問一下你們兩位 因為有聽眾要求 你怎樣看德國港人避斬事件 今次是柯富汗 柯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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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何必然 不可以原諒 我要提一件事 我們順便買個廣告 我們星期日有個節目叫做《如是我問》 第二集就是講伊斯蘭教 而這個宗教除了大量繁殖 因為這個順尼派可以娶四個老婆 然後有沒有說錯 沒有錯 12派不知道是不是 順尼派可以娶四個老婆 然後他無限生 最重要是他們根深蒂固的五公六順 就是一個教徒的責任 就是要挑起聖戰 這是對他們主的效忠的表現 而且他們不相信地上的榮耀 他們相信死後的榮耀 所以他不覺得他莫恩賦義 他不覺得他做的事 因為你要記住他由頭到尾 只有一個人 而那個人就是阿拉 而阿拉就是叫他發動聖戰 所以這次那個也是 他撕集的時候 老虎頭砍人的時候 都是叫安拉自大 安拉自阿拉另一個譯音 其實那些恐怖分子 人霸身上炸彈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 所以就是說 平程而論很多不同的宗教 都會有極端主義這件事 正常的 耶家也有耶倫 很多宗教都有極端主義這件事 為甚麼特別有趣呢 因為他的排他性特強 而且戰鬥意識特別強 就是因為他的排他性強 他基於這件事 所以就是說 他本身就是要通過某些暴力手段 真的 真的說到明 是通過暴力手段 去清除其他 又是異教徒 總之你的價值跟他不同 清算你 以前不只是異教徒 十葉派和信念派打了千多年 他互相都認為對方是異教徒 那種仇恨更厲害 你看看伊拉克當年 因為他不只當你是異教徒 當你是叛徒 罪家等 罪家等 最划死 當年十葉派最早的領袖 就是穆罕默德的女婿 就是被另一群人堆壞了 然後就一直兩派仇殺到今時今日 所以用宗教名義 而發動這個反人類行為的話 都相當經典 所以就像雷王的理解 真是沒錯 這個宗教出了什麼問題 你想得深一點 總不能夠說 他都有很多很好的信條 所有宗教都有 又或者這個宗教裡面 有很多好人 所有地方都有好人 廢話 到底這個宗教出了 這種意識形態 這種思維方式 出了什麼問題 就是研究這件事 剛剛有一個聽眾宇柏 就問什麼時候講西藏的歷史 不是缺戰中環講的 會是在如是我問 我今個星期日 我會跟次官和譚博講的 如果每一集都講佛教 大家應該會崩潰的 你說好聽是一回事 你會兒子的 所以我們每三集 譬如次官選一個話題一集 譚博選一個話題一集 到我那集我就講佛教 在我那集 有一集會講西藏 西藏可能不只講一集 因為太多話題可以講 另外有個波波峰 就說 預言三十年後 歐洲會被伊斯蘭化 再看今天土耳其 看來國勢好像朝著這個方向 我回答 因為待會兩位 會講土耳其 波波峰說得非常好的 不用三十年的 其實你看法國 伊斯蘭化已經很嚴重 也是兩三代的事 很短時間 是不是三十年沒有人講得準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快 的確是 時間 我想等蕭公子去分析 他的情況會怎樣發展 但是我之前提過 其實在西藏的預言裡面 是說不止歐洲會被伊斯蘭化 是整個世界會被伊斯蘭化的 在西藏的預言裡面 這個聽余善的文才說 那土耳其兩位 土耳其的情況和歐洲很不同 雖然他拿著半隻腳在歐洲 當然是歐洲病夫 土耳其的情況和歐洲其他地方很不同 完全是兩個體系 土耳其的麻煩出在哪裏 其實在所謂國父 建國的時候 近代土耳其 共和國建國的時候 其實是用一種精英的軍人去乾淨 而他乾淨之後建立的共和國 是希望追隨歐洲那套政教分離 即是所謂世俗化的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的政府才可以科學化管理 因為土耳其未推翻蘇丹之前 他其實都是政教一體的 很正常所有伊斯蘭國家 因為他的文化就是這樣 而且蘇丹不是普通的蘇丹 而是全世界伊斯蘭教的最高領袖 他們叫做哈里法 而哈里法在穆康默德死了之後 一直到1923年 持續了1300年 所以政教合一這件事 是伊斯蘭必定要做的事 如果你不做政教合一的話 基本上你是違反伊斯蘭教義的 所以當年建國的時候 反而就是一班職業軍人 精英去做這件事 你想想當年土耳其那班人 在哪裏受訓的 那班軍官 其實全都在歐洲受訓 所以為什麼 他會移植到這種思維方式 救國就是要推行政教分離 他是做了這件事 然後每一段時間 就來一次所謂兵變 以中國人的傳統來看 兵變是壞事 反而他們那邊的軍隊 是維持了這種獨立的精英主義 第二就是他們才是救國者 而他們所做的方式 是通過軍事介入 去繼續確保政教分離 所以你會發現近來 最大的轉變是什麼呢 就是這位所謂強人上台之後 他正在做政教合一 他盡量爭取 這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很頭痛的 很難避免的 你一個民主國家 你當然要看選民 問題是如果選民 大部分都想要政教合一 都想政教合一 那你怎樣 那你不就是政教合一 因為符合民主 你一旦政教合一 就不是民主 這是很吊詭的一件事 很吊詭的一件事 如果你嚴格執行 我們所相信那套科學的 政教分離的民主 所謂憲制思維的話 你就很難了解 在這種情況下 會出了一個反後果出來 就會變成他會推翻民主 這件事 很有趣 這件事 有很多人 剛才蕭公說 木土耳其共和國國父 這位海末義 是一個很偉大的軍事家 政治家等等 當然 近代也有很多人批評 他軍事獨裁 但當時的環境下 他不可以不用最強力的軍事介入 第一要救國 穩定內憂外患的土耳其 第二 他因為原有鄂圖曼帝國 積累下來的政治文化等等 他不用軍事強人的手段 他沒有可能改變制度和移風逆族 當時也有一個很特殊的歷史契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還有土耳其的土耆那界 這是土耳其的改變 土耳其 他幾乎亡國 英國和希臘當時打進去的幾乎亡國 所以他積弱已久被人瓜分 所謂有息之事在土耳其一早已經知道 自從克里米亞戰爭開始 他已經是歐洲的保護國 所以那幾十年裏一直去到土北瓦界是有跡可尋 為什麼當時最精英的專業軍人會出來的救國思想呢 是有一個原因 所以我們不能用中國人傳統所理解兵變的概念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反過來解救方式 又很難搞歐洲那邊 為什麼呢 如果你不想出現所謂民粹式的民主 反過來更加民粹的民主 如果有看新聞 可能是冷新聞 大家少留意 瑞士經常搞公投 而公投到什麼地步呢 你可以說納粹也可以 每個鄉村每個鎮都可以公投 公投什麼家科 例如不讓你起興清真寺 那你是不是好過納粹 對某些人來說 要寫完環節 法西斯 人渣敗類 問題是人家都是民主 每個鄉 每個鎮 每個市都有權公投 而瑞士保護自己的方法很有趣 你的國徽就是十字旗 他就不讓你起清真寺 你說他法西斯的採料都索 總有公投不讓你起清真寺 你看了什麼事 瑞士的人民和民主質素方面 都是世界最頂級的 伊斯蘭國家有一個問題 他一行民主 如果真是透明公平的民主 通常是一些傾向原教旨主義的 會得勢 90年代的阿爾及利亞就是這樣 搞到 軍人政府馬上推翻選舉 美法也支持當時軍人政府推翻選舉 結果爆發十年內戰 然後06年哈馬斯 都是號戰 都是通過選舉 普選贏 埃及 2011年革命 推翻莫巴拉克 結果總統是 穆斯林兄弟會 穆斯林兄弟會 就 起來 然後推翻很多伊斯蘭教的 又搞政教合一 又搞政教合一 結果又是要軍 軍口出來 打到血流成河 埃及的軍人有幾個主義 我不敢說 起碼穆斯林兄弟會本身就是要政教合一 絕對是要政教合一 所以如果你純粹說要走西方民主那套 完全一人一票那套 很多在走世俗化的伊斯蘭國家 會變成政教合一 會不會有 本來在走世俗化而變成 完全政教合一呢 有一個很大的例子就是伊朗 79年伊斯蘭革命之前 其實伊朗在巴列維國王統治下 是走一個完全政教合一 向我高度開放的一個國家 但是那些人呢 是可以突然之間 之前這個 高米尼 現在叫做霍梅尼 我都是喜歡用70年代 香港譯的那個 叫高米尼 因為你用廣東話和普通話的分別 沒理由叫霍梅尼 高的 他是K音的 是高的 這個 這個 伊朗是可以一夜之間 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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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整個伊朗的人民 那個支持底下 由法國回到伊朗 全個伊朗 一夜之間 變成 政教合一 所以就要出現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所謂現代化 居然會忽然之間倒退 其實所謂現代化的陷阱 現代化如果包含了你這一種 一人一票 表面上 這種制度的話 你只是有制度而沒有精神 你就會出事 所以為什麼 兜大圈講本土 其實概念差不多 你就算所謂50年不變 你下面的東西不變又如何 你改了一個什麼特首 大佬 那是什麼人 你想想 我們又說回土耳其 其實現在 這個都真的值得擔心 一來 伊斯蘭的那個原教旨主 是全世界現在來 另外土耳其 鄰近敘利亞 伊拉克 大家知道除了伊斯蘭 在這兩個國家 事約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大小恐怖組織 什麼阿爾蓋達 還有什麼古靈精怪 你隨時只要你土耳其 一旦有什麼混亂 他們要滲入是很容易的 土耳其 八千萬人 不用等他有事才滲入 已經滲入了 已經滲入了 據統計 今年到現在 土耳其有49宗大型的恐怖襲擊 其實 埃爾多阿 剛剛宵公所說 所謂強 他真的是所謂 他根本 控制不了局面 局面其實越來越亂 越來越亂 他越想強人就越亂 越亂就越弱 越弱 越想要做強人 這好像輪迅地區 你說想做強人 他可不可以做到海抹爾 海抹爾就是 讓內安外全部做到 他剛剛 這個埃爾多安 打倒了俄羅斯的飛機 前幾個月 剛剛他就向俄羅斯道歉 即是跪低 被俄羅斯凸了幾個 在普京跪低 他真的對外就軟弱 對內又是沒辦法搞得到 金錢 金錢 對內又不肯 我沒聽錯 死了兩百多人的政變 還有千多人受傷 然後大整肅 根本已經是一場小型內戰 現在土耳其 土耳其 它真的是 世俗化伊斯蘭國家的先驅 走了將近一百年 若果他真的走回頭 變成類似伊朗那種 政教合一 原教之主義 你說會是多恐怖呢 你是整個伊斯蘭世界 是其中一種恐怖的方式 整個伊斯蘭世界是變天的 鏡頭要轉一轉很有趣 呂宏提聲 我提大家這件事 真正對香港 或港珠最大殺傷力 那邊只是一個話題 歐洲 歐洲 中東 土耳其都說出來 相對之一個話題 最大殺傷力在哪裏呢 就是這些反精英的反彈 不只是在歐洲 或者中東出現 你剛剛看到 美國 居然 特朗普是拿到 共和黨 總統候選人 的資格 不止拿到 你看清楚 票數 是很高的 裸凸 裸凸 超額 在美國那邊 已經出現了 很大的反精英浪潮 他不再信你 普世什麼什麼 那些東西 他都是說美國要優先 美國要再強大 為什麼 你看看他對中東什麼態度 你就知道 很明顯 對墨西哥 對中東 對強國 包括在內才取名 會不會因此及辭 我不敢說 隨時 所以變成全球化 最大暗湧 是什麼 就是各個地方 都出現了 反全球化 的浪潮 反全球化 不一定 只是大外所說 我要保護農民 我要保護藥物 不是這種簡單 而是有很多憤怒的人 出來 這些憤怒的人 是會很過癮地投票的 例如英國會脫歐 英國會脫歐 英國會脫歐 想不想不到 我覺得英國脫歐 現在人們越來越覺得 是有先見之明 越來越覺得 對 大哥 你德國 是不是 你要大愛 你要包容 對嗎 你收回家 收了你的法國 就要回來 就這樣 你看到 那個詩集者 他拍了一條片 拿著一把刀子 在那裡沒來沒去 他說什麼呢 他說他是要 殺死所有 不信的人 是啊 他不僅是異教徒 如果我沒有記錯 意思就是 你只要不相信 他就要 執行 他就要殺 早一點孟加拉粉 是同一件事 同一件事 就是 又是回教原教子 那些激進的分子 在餐廳殺人 是 一個很簡單的檢查 你懂不懂背後難經 是啊 很簡單 所以說 沒錯 穆斯林都有很多好人 其中有一個被殺的青年 他就為了保護自己的外國朋友 他不會拋棄他們 就一起跟他們 開槍掃射 就這麼簡單 但是 開槍掃射這班友製 就是用一個很簡單的標準 你不相信的 不是自己有的 開槍 沒有第二句的 所以為什麼你說 全世界那麼大的反彈 特朗普這隻黑馬 會跑得那麼速呢 有即可尋的 你看完英國脫歐 現在隨時特朗普選到 我覺得反而不太出奇 這件事 其實我很咬 很有趣 很有趣 因為我沒有命 我沒有數據 我也沒有看 但是我最害怕的 你知道商人 是利益行先的 我現在就很害怕 他 以一個 為利是圖的他 以及他是沒有從政經驗的 如果比起希拉利來說 他走去當選之後 而鄰近地區的銀彈政策 不知道會不會令到 他現在所謂 很大美國主義的東西 其實到時 不是這樣兌現的 也不知道的 是呀 真是賣了大小的 你不知道的 民庭那群人現在憤怒到什麼地步 就不理會 不理會 還要監督投票 不是含淚投票 你想清楚這件事 就是那些憤怒的美國人 差不多監督投票 你看那些競選大會的那群人 磨拳賊掌 每個人都戴著槍的那群人 那群人 你想想 所以全世界現在都不可以用一種 傳統的精英主義 去看新的局面 你香港 我們說回香港 香港傳統的那個精英 他們就是 獅子山下時代 還有獅子山下精神病的那群精英 現在 就被那群新的一代 批到一門不直 就是要顛覆 你們這群所謂的精英 你們其實是什麼精英 你們只不過是吃正龍氣 他們只不過是記得利益者 尋遭那群人 剝削者 所以變成勢局非常玄妙 其實美國和香港的情況很相似 越被人剝削的人 越希望藉著一個很強勢的 包括土耳其 土耳其是香港 和美國 為什麼會走一個本土主義 如果在土耳其的意識 是正夠合一 他們認為自己被剝削 自己長期處於劣勢 甚至在鄰近地區 都會 為什麼現在突然覺得自己抬頭 打過崛起 It's all the same thing 大家都以為是一個強人 即是鄰近地區的習老大 特朗普 然後是土耳其 阿爾多安 香港 你陳浩天也好 還是梁天琦也好 覺得他們是能夠 turn things around 有很多 是一種迷信 有很多生下精神病 是認為我們的特首才是救世主 喂 真假 不是救命 是真心假 真心假 很純情 很真心 Let me die 這就是他們的信仰 Let me die 這是他們的信仰 Oh shit 我真的見過有一個 對著特首的 郭志郎 張志剛的文章 他逐個字回答 而且還要讀出來 讀唇 讀出來 好像獨無語錄 虔誠 我想告訴你 我試過去 我忘記中國叫飛鴻山 還是什麼山 總之是漂亮的獨立屋 看風水 隔壁的屋 可能不明白 為什麼你不可以藏起來 真的要這樣捉住 就是毛澤東的照片 有一盞紅燈 然後裝香 不出信仰來的嘛 你說是否混賤 你說這樣 有信仰來的 柬埔寨的鋪爾布特的帽子 也有很多人去朝聖 上香去參拜 文字 人類的思維 其實沒有什麼進化 尤其是艱難的時候 反祖現象更嚴重 所以變成了 這下 煩了什麼加科 甚至可以很形容上 所說的 所謂決戰是什麼意思呢 靈魂的決戰 你不是所謂物質世界 我們現在投入什麼加科 現在最大的危機 最大的挑戰 什麼加科 就是到底 你的人性是否保存得到 人性好的方面 如果有聽這個 如是我問 會聽到我說很多次 現在進入了佛教所說的 抹法時代 就是禮二廉無恥 四維不章 好人就發達 好人就仆街 賤人就發達 現在是會急速敗壞的 佛教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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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什麼 只看周圍 現在日日的新聞 那種荒誕離奇 其實 我不是肯定 這個 現在是這樣的 這跟基督教很相似 現在基督徒很多都說 現在是末世 真是末世的現象 你看回 不是說耶倫 看回啟事錄說的末世現象 好像現在是正在來 但每一個period都有 其實你發覺大革命的時候 不覺得是末世嗎 都覺得是末世 都覺得是末世 是的 是某些階層的末世 在美國內戰的時候 明朝末年也似了 是的 好啦 我們下一個forum的節目 就會是星期五的聚研堂 有 養 和涵博 和刺官 廣開研路 都是十五點鐘 星期五見 拜拜 再見